最近是疫情防控過渡期期間 短時間內出現大量新冠病毒感染者 如果居民懷疑自己感染了又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一齊問問醫生 你好 剛才的問題 如果市民可以透過核酸或快測的一些檢測 如果檢測結果是陽性的話 而市民又是相對穩定的 沒有一些危陋的病情 例如呼吸困難等一些嚴重的問題 市民首先可以透過新冠感染者 社區瞞診進行初步評估 評估的內容就要填寫一些基本的資料 例如市民打了多少劑疫苗 現在有甚麼症狀 又沒有慢性疾病 還有吃甚麼藥等等 譚醫生 經過評估後又是怎樣處理和分流的呢 市民進行評估後 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 進行不同的措施的分流 分流的主要是有兩種途徑 第一種情況是一些居家隔離的治療 感染者的健康碼會轉為紅碼 需要每天透過電子平台去申報健康狀況 以電子的方式發出一個醫生的檢查證明 可以採取適當的措施 在蓄面從事緊急或是必需的活動 包括上班的處理緊急的公務等等 特區政府抗疫包以提供中西醫藥等 有症狀時可以按指引去服用 隔離治療期間 建議至少在病情出現症狀或是抗原核酸陽性之日起 以計算第四天或之後再進行抗原檢測 抗原檢測陰性後是需要進行核酸檢測 第二種情況是感染者社區門診作中一步分流 抗原檢測陽性的人士可以選擇 是否在社區門診進行核酸採樣 經過社區門診醫生評估後 判斷為無需住院的話 市民可以取藥之後回家隔離 如果判斷是有需要的話 就會轉嫁社區治療中心 即是澳門大A股作中一步的處理 經過醫生評估沒有住院的需要的話 因個人特殊需要可置行預約付費 去特定的酒店隔離 按一般的酒店標準收費 如果出現呼吸困難等一些特別的不適 應該立即致電救護車到淫霸在綜合醫院 特別急診就醫 特別強調一下手機應用評估程式 只是作為一個參考 如果患者、市民感覺到十分不適 例如呼吸困難等一些嚴重的問題 應該立刻致電人霸在綜合醫院 去特別急診就醫 謝謝彭醫生的解答 如果居民真的受到感染的話 亦都無需過度驚慌 可以先通過新冠病毒感染者社區門診預約平台 填寫基本的個人資料和進行評估 再選擇相應的中醫或西醫服務 進行評估並完成預約後 就可以按時間地點到相應的社區門診就診 沒錯 已經預約到的居民 按照時間和出示澳門健康碼 就可以進入這個社區門診 到時澳門健康碼變成紅色也是正常的 住站的醫生會為居民進行簡單的面診和派藥 居民亦都可以自己選擇 需不需要做核酸採養 如果不需要送遠的居民 拿完藥之後就可以離開 如果有需要 可以向醫生申請開納就診證明 門診醫生會以電子的方式提供醫生檢查證明 因應疫情發展 當局持續新增和調整適當的地方作為社區門診 今個月14日已經有多間社區門診投入運作 另外提提大家 可以根據自身情況盡快接種新冠疫苗 保障自己和身邊的人